重庆人爱吃麻辣面时 当地至少有八万家的小面馆 每天能吃掉一千两百万碗面 面馆师傅用各种的酱料调出自家特色 早期的面其实吃法非常简单 香料加点青菜就能够上桌了 如今菩萨的小面其实配料丰富多元 像是卤肥肠就是当地流行菜色 重庆姑娘引进青花椒 加入了椒麻香气 吃起来非常够味 这个是蒜水 姜蒜水 酱油 芽菜 这个是我自己磨的那个芝麻酱 基本上重庆的小面一定会有辣椒 中午用餐时刻 小馆子面香四溢 人气滚烫 来自重庆的小面看似红油汪汪 辣度经过巧妙修炼 进到面条搭配酱汁 椒麻够味 做得非常非常面 谢谢 其实不会很辣 它是一点点微微的 然后在嘴巴里徘徊 很香 对 就是每次就是 朝思暮想的就是这道菜 对 在重庆人的 可能家家户户都吃小面 也可以在家里面做 也可以去外面吃 因为外面吃的话 可能在调料上面 它们会更丰富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从早上吃到晚上 一日三餐都吃 号称小面之度的重庆 每天能卖出超过一千两百万碗面 小面之少 蕴含简单方便之意 对当地人来说就像素食早点 从煮面到上桌快速完食 既能填饱肚子又不花费过多时间 小面小面就是它不是正餐 对 就是解饿这样子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就是爷爷奶奶他们就是从 下午从地里回来嘛 就是重庄家回来之后 那到晚餐的时间又还没到 那他们不止饿 所以他们就会煮一根面 加就是加面汤啊 调味啊 然后面这样加进去 一点青菜 要先给它洗个澡 那我们都是先处理掉 它的油的部分 然后再用盐啊 面粉来清洗 它的味道啊那些 肥肠名字听起来虽然风鱼肥嫩 下锅前得去油减脂 才能烧出略带脆度的口感 早期重庆小面 调味非常简单 也叫做素面条 随着餐饮习惯的转变 配料越来越丰富 红烧肥嫩就是重庆面馆 很受欢迎的配菜 红烧呢一定就是少不了的 就是皮线豆瓣酱 红油豆瓣酱 我们就是先把它 就是用小火给它炒香 来自重庆的李亚 在这锅红烧酱汁里 加入来自家乡的青花椒 台湾辣椒啊花椒啊香味都 不够 所以我们都是从那边运过来的话 会比较道地一点 尽量去还原当地的味道 就有些客人来就是第一次吃的时候 可能觉得说其他东西都很香 可是就是受不了那个麻 因为我的花椒都是自己 就是家乡自己种的嘛 所以它比较麻一点 李亚老家位于重庆江津 号称花椒之销 每到夏季满山遍野 绿意葱葱 家家户户做料理都像这锅鲁肥肠 飘散着香马滋味 花椒它在那个中药里面 它是去湿气的 那我们重庆就是雾都嘛 就是湿气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从小也就词花椒之习惯 刚来台湾时 李亚因为小面家乡美食 餐餐自己料理磨练出手艺 一碗小面总能勾起乡愁 让内线失守 离开的时候就是看机场有什么 有什么面可以吃啊 比如说牛肉面啊 肥肠面 或者是有小面都会吃一些再走 真的 我一定要吃为什么 就觉得离开了之后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去吃 对啊 童香姐妹在台湾也吃不到家乡味 她干脆创业开间面馆 所有配料手工制作 就是用挂菜去腌的 为什么叫老坛酸菜 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个 就是泡菜水啊 是一直维持着在用 就是不会说这批腌好了之后就倒掉 李亚花时间腌制 穿菜厨师必备的老坛泡菜 经过时间发酵 累积酸酸 还原儿时的古早味 我小时候的话家里面的话 自己一样都是必备的 然后奶奶比较有印象的是 在房间里面就腌很多这种 坛的什么钢豆啊 酸菜啊 萝卜啊 辣椒啊 就会腌在那边很多 腌制酸菜搭配辣椒 腌萝卜 酸味辣味互相陪衬 在家底肉丝也是重庆流行的 扫面吃法 听老板娘说她是自己发酵的 做的酸菜 我觉得很入味 对 然后又带酸 然后呢 又很香 我每次来我都会避典这个 家乡的酸菜肉丝面带到台湾 李亚稍作改良 配合台客爱喝汤的餐饮习惯 加了大骨高汤 重庆小面的话其实满多人误会说 小面是汤面就是很多汤的嘛 那其实我们重庆吃面不太喝汤 我们就是以香料为主嘛 所以我们的汤不会说很多 三提三放 就是为了它让它的那个皮啊 变QQ脆脆的 除了重庆小面 它也把川菜小吃放上菜单 像是这道口水鸡 鸡肉得反复汆烫冰镇 让鸡皮带有QQ的口感动感十足 那比如说口水鸡啊 牙签牛肉啊那些啊 就是比较是在餐厅啊什么的 会吃得到的那些材色 那所以我就想说尽量带一些进来 让就是台湾的朋友啊 可以就是品尝到 重庆的一些特色的菜 那让就是大陆的姐妹呢 也可以吃到一些家乡的味道 从面食到小菜 也要把熟悉的料理带到台湾 好手艺征服韬客 也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有滋味 再来 by bwd6